大家好 这里是李聊 欢迎新朋友订阅本频道 感谢老朋友分享扩散本频道 李聊这乡有李聊 更立西江石壁 阶段乌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我想对毛泽东的这个词 大家应该很熟悉 那么他这里描述的情景 就指的是未来的三峡 现在毛泽东已经故去了 但是三峡工程已经建成 那么最近围绕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又来了 是海外有些个脑残的人啊 说这个三峡大坝变形了 而且变形的很严重 言之凿凿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就是谷歌从高空拍摄的那个三峡大坝的卫星图片 说那个卫星图片你去看啊 这里边变形的非常严重 大家简单的从这张图上呢 也能够看出来啊 确实是啊 大坝应该是笔直的 因为是混凝土胶住的嘛 但是这里边呢 就弯的很厉害 所以海外的这些个假爱国真物国的人呢 就在这传播谣言 说个三峡大坝是豆腐渣工程 三峡大坝马上就要垮了 那下游的有多少多少人 马上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生灵涂炭的灭顶之灾 实际上我们今天呢 通过常识就能够把这个事看清楚啊 当然后来了 这个中国官方已经辟谣了 说这不是这么把事 说他这个谷歌这个图片本身呢 有很多的因素干扰 他是把它拼接而成的 那么他在这个数据还原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失真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官方辟谣之前 我一看到这个消息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假东西 这就是有些人就是在造谣货重 不是傻就是坏 什么原因呢 我们想想三峡工程 他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叫混凝土助力吧 什么叫混凝土助力吧 简单的我们想想 就是马路上的那个水泥的隔离墩 就是那个样子 它基本是一个三角形的水泥 胶筑出来这么一个钢筋水泥水的结构 就蹲在那了 像这种东西 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变形 我们说这个三峡大坝 它的全长是2300多米 如果按照它这个卫星图片 看到的这个变形 那至少就是在5米10米以上这样的大变形 你才能够看到扭曲成这个样子 依照我们普通的常识 你能判断 一个钢筋水泥的东西 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这么一个 胶筑成的东西 如果有这样的变形 它不是橡皮泥啊 它不是面团啊 随便可以捏的 早就断裂了 另外一个就是三峡工程 这样一个水密性的东西 有一点点裂缝这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裂缝呢 它是以零点几毫米这样来算的 而且呢 后来的这个科学探测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有这么几十条的裂缝 但是这个几十条的裂缝都是在正常的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再说一下 这个三峡大坝即使垮塌 它也不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的那种泥土堆成的那个大堤 一下子所谓的一窥千里 它不是这回事 它这个就像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像一个铁桶 这个铁桶如果漏了的话呢 它是漏一个小眼 一个小孔 慢慢往外渗水 它不会那个桶啪就崩了 那不可能是那个事啊 因为钢筋水泥坝本身啊 这种结构 它就不可能造成泥土坝的那样一个一窥千里的瞬间崩塌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 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回顾一个基本的常识啊 就是三峡大坝的这个简单的一些数据 我们说这个三峡大坝 它建之前呢 是建了一个葛州坝 这个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在建 这主要呢 就是一个三峡大坝最后这工程的一个试验工程 也就是它是一个小型的试验品 透过它来摸索经验 毕竟呢 我们说在长江这样一个世界级的 大河当中建这么大的一个坝 任何国家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提供 那么目前呢 我们说已经建成的这样一个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我们简单说就是三峡大坝 这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啊 那么它是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那么1994年12月14号的时候 在这个三峡坝址举行的开工典礼啊 94年12月份开工的 那么09年底全部完工 那么这个整个大坝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是一个混凝土重力坝 这个结构呢 我们通过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 坝的这个总长啊 是2335米 其中这个底部是115米宽 顶部呢是40米宽 这是一个拿脑子转一转 就可以知道的是一个三角形 那么整个这个坝顶高层啊 是海拔185米 最大的这个胶柱坝高呢 是181米 正常的这个蓄水位呢 是在海拔175米 我们一直讲的175米高层蓄水 指的就是这个数字 那么大坝下游的水位呢 海拔大概在66米 最中间的这100多米啊 这109米啊 就是它的这个水位差 那么坝下通航的最低水位海拔呢 是62米 那么这个船闸上下游设计的落差呢 最大是到113米啊 所以它有一个船闸 也就是这个船要过这个三峡大坝的时候 它不是顺利的就那么开过去了 它要经过几个集 把它这个水位逐渐抬升 或者说是水位逐渐下降 那也就是从这盆到那盆 这盆到那盆 好像这几个盆的水啊 不断的去捣的 最后导致这个船呢 可以上也可以下 所以它要过船闸 那么三峡截流之后 大坝建成了 在三峡的上游 那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 大家看这张图片呢 就是两个水槽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 就之前没截流的时候 河流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截流之后呢 我们看河流就变宽了 那么水位就提高了 那么这个水位呢 可以往上追溯到600多公里 也就是说这个水位提高6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呢 都能够显然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水库整个全长也就是600多公里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总库容啊 是这个393亿立方米 所以这库容大了以后 我们说它在调续防洪发电方面 它就有了余量 所以它调红库容呢 是221亿立方米 我们说呀 三峡工程啊 从这个构想啊 就可以追溯到民国期间啊 追溯到当年的孙中山啊 那么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到后来的90年代三峡工程开工 应当说呀 三峡工程它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那么1992年当时的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这样三峡工程的建设议案 那么这个议案呢 在这个92年的4月7号进入了表决程序 这也是啊 我们国家啊 有史以来啊 唯一的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人大进行表决 那么当时在场呢 这个代表一共是2633名 那么这样的表决结果呢 是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竟然有664票 还有25个人未按表决器 整个这个表决结果虽然是工程的议案获得通过 但是赞成票大概只有67% 这是迄今为止在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也就是说当时很多的人大代表根本就吃不准 后来呢 有人去访问那25位 为什么没有按表决器 他们讲当时手都哆嗦都不知道按哪个键 说明啊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在这些代表的手中觉得有千斤的分量 我们说很多人不是水利方面的专家 所以尽管在人大代表这个位置上 他有权利进行表决 但是吃不准的东西 他们往往呢是采用期权 所以有六百多人弃权 我们说这个争议不断的 但是比较少争议的三峡工程一个功能呢 就是防洪 历史上啊 说千里长江 险在京江 京江是什么 就是三峡冲出来以后 在湖北 京州的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在历史上经常发生 多支流的频繁的洪水 其中特大洪水的时候 我们说很多地方 包括武汉都被淹过 所以为了呢 这个保证武汉的安全 保卫大武汉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京江一段呢 就采取了分流的措施 所以那个地方呢 很多地方呢 都是分洪区 那么2010年7月19号 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呢 迎来了一次峰值在 6万5千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水 那么这样的一个洪水的规模呢 比我们印象当中 98年的那个能高不低 那么这也是三峡工程啊 建成以后啊 水库蓄水以来 迎接规模最大的一次洪水挑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当说是顺利通过 我们说这个经过三峡的调续 我们说下游啊 没有发生什么 大的洪涝灾害 那么我们说包括武汉在内的啊 从这个宜昌往下的这些个城市 都能够安然度训 所以说啊 长江三峡工程啊 公理公道奖 从投入运营到现在为止 在防洪方面 发挥了重大的效益 同时呢 我们说了也保证了 整个下游啊 尤其是那个千里京江这一带的安全 如果说防洪的效益 体现在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安全 那么三峡工程的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主要体现在发电上 我们说三峡工程啊 这里装的是水利发电机组 那么说水电呢 第一个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二个呢 是非常清洁的能源 所以水电啊 在中国的这个能源结构当中呢 是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 我们说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啊 这个发电效益呢 是非常高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很多的地方用的电呢 都是三峡的电 我们说这个截止到17年 三峡电厂累计发电已经达到了9000多亿千瓦时 那么受电收入呢 应该是超过了2000亿人民币 那么三峡工程建成以后 它一共有26台机组投产 那么年发电量呢 可以达到847亿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消耗的很多的煤炭啊 和石油以及天然气呢 就省下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力的清洁来源 以上呢 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 这个防洪跟发电啊 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是不允许 这个详详细细的 长篇大论的去讲三峡的功能 有关的情况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资料去查 那么它的第三个功能就是航运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啊 有五种运输方式 其中呢 水路运输呢 是量最大啊 成本最低最便宜的 那么对于长江这样一个黄金水道 历来呢 如何发挥它巨大的航运效益 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在这个长江三峡 这个大坝没有建成之前 我们说整个的三峡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渠塘峡 西陵峡和乌峡 这个地段呢 是我们说它的江面很窄 水流很湍急 水本身的也比较浅 浅滩岸礁也非常多 那个时候我们说 叫川江段 川江段呢 是行使船来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个三峡建成之后 我们说导致了整个 在大坝上游的水位 有了一百多米的提升 那整个呢 很多险滩就被淹没了 那么就是河道也变宽了 水就变深了 我们说从上海 如果有一艘万吨轮的话 可以直接开到重庆 当然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它过这个三峡大坝的时候呢 它要过一个五级船闸 这是另外一个技术问题 但是说我们说 充分发挥 长江这个黄金水道的航运功能 也只有在三峡大坝建成之后 才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由于三峡本身有那么大的库容 所以三峡工程呢 它可以调解长江水 在风水期和枯水期的这样一个水位的高度 使这个一年四季啊 比较大的船啊 都能够在长江里边畅通无阻 那么长江三峡工程啊 备受争议的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工程造价 那么它的工程造价本身呢 开始的时候 按照这个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所谓的静态投资 大概只有几百亿 那么后来实际建成数算起来 就变成了几千亿 关于三峡工程的总造价问题啊 当时有这么一个概念 我记得当时八九十年代 说到这个事的时候呢 是它的预测的叫静态总投资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七八十年代的 不变价格来算 三峡工程建成大概需要多少钱 那么那个时候测算的就是 九百亿左右的人民币 那么这个呢 当时在这个人大通过的时候呢 是预估了一下 是按照九三年五月末的价格 那么其中的工程投资呢 大概是五百亿左右 移民安置呢 大概是四百亿左右 所以呢 当时算出来这个九百亿左右 这么一个数额 但是预测的这个静态的投资之外 还有一个叫动态总投资 那么那个时候呢 是达到两千多亿人民币 那么实际投资呢 估计呢 是在一千八百亿左右 那么当时的建设资金呢 主要来自这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跟这个电费附加 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全国人民没使用一度电 便需要附加上0.003元的三峡建设资金 那么三峡工程完工以后 这个当时三峡的建设基金呢 又改名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然后继续再征收 所以当时社会上很多有质疑 说你这工程都完了 怎么还是以三峡的名义再收钱呢 那么这样的话 是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这样的名义 再继续征收了 那么征收年限是从2010年1月1号起 我们说09年三峡不是已经都完成了吗 所以10年1月1号起继续收 收到什么时候呢 是19年的12月31号值 也就是说到今年的12月31号值 那么这个基金呢 除了前面是用于三峡工程的建设 那么在10年以后呢 是用于所谓的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的后续 我们说三峡后续呢 我们说有二次移民的 那里边好多好多的事呢 包括地质灾害的综合治理等等 那么这样的后续工作的资金呢 又是需要1238亿 我们说在这个征收巨额基金的同时啊 三峡集团呢 却以这个电网市价销售电力 获得巨大的利润 那么已经出现了 项目审批啊 资金管理这些不完善的问题 那么集团内部支出浪费比较严重等等啊 这些个负面的东西一直饱受社会各界的质疑 我们说你这个三峡工程建成以后 应该是把电费降下来啊 而且你多余的过去负在上面那个三峡建设名义的那个钱 不应该再收了 但是现在老百姓没有发现这个电价在降 而且呢 关于这个钱被乱用的这样的负面的新闻呢 也一直不断 我们说围绕了三峡巨大争议的呢 还有一个议题呢 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啊 首先呢 我们说长江里边有很多的水生鱼类 那么这些鱼类呢 有些个鱼呢 是在上游生活下游产卵 有些是正反啊 是在这个下游生活上游产卵 所以呢 整个的黄金水道呢 它应该是贯通的 这样的话鱼在里边可以畅游 但是由于中间拦了这么一个大坝 那个鱼本身啊 要翻越这个大坝 到上游去 那就非常困难 所以曾经啊 有很多的鱼呢 就是在这个大坝前呢 在它这个回游过程当中 就不断的往上撞 很多就撞死在那个地方 那么现在有人讲啊 长江三峡工程建成以后 长江内的鱼类资源的分布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当然这个变化呢 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 逐步演变的一个过程 至于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整个的这个鱼类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还有在于 在一个大尺度的范围内进行观察 那么另外一个生态 就是关系它的泥沙问题 我们说江河当中的泥沙有两类 一类呢我们叫悬浮制 一类呢叫做推移制 悬浮制呢我们大家很好去理解啊 就是水发浑 本身这个水在走的过程当中 这些泥沙就跟着水走 所以这个时候本身呢 它不太容易造成湖底 或者是河底的淤积 而这个推移制就不是 比如说那种鹅卵石 它往往呢是在这个底层 随着整个推着走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坝截流以后 我们说底层啊 它这个不断的去抬升 也就是说水库的淤色 主要是推移制造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是需要在建坝之前 进行充分的科学实验的 那么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来看 三峡大坝在建成之前 关于悬浮制的水槽实验 是做过很多次 但是对于这个推移制的实验 只有理论模型啊 根本就没有做实际的实验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担心 长江三峡工程 最后成为一个死库戎 也说若干年后 它可能会淤死 这样一个巨大担心的 这么一个实际来源 那么另外一个对生态造成的影响的 我们说这个水库蓄水以后啊 整个水会淹没过去 漏在上面这些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水土流失 两岸的石墨化 那么现在这个效果呢 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还会引发一系列的 地质结构的变化 我们说长江这一带呀 它是经过千百万年 这个印度洋板块 跟这个亚勒欧板块的这样的相互挤状 最后呢 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地质结构 那么这样的大的一盆水 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以后 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平 突然割了一个石刻的砝码 但是呢 这个砝码虽小 但是它对原来的平衡 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所以目前呢 我们说长江一带 包括我们说四川 云南 贵州 湖北 包括陕西一带 出现了比如说诸如地震的问题了 这个水灾呀 旱灾呀 一系列的比较异常的现象啊 尽管没有充分的根据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可能跟三峡工程 跟这个水利工程建成有关 我这里用的是可能啊 因为我没有充分的根据 说它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原有的平衡 恐怕呢 被这个 这些个变化所打破 那么会造成一系列的 恐怕 我们没有想到的 生态和地址方面的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这是我们 值得关注和警惕的 我们说呀 三峡工程当中啊 最大的难点 就是移民问题 那么第一次移民呢 涉及到一百多万人 那么当时呢 有些个人叫就地后靠 也说从矮处往高处搬 那么事实上呢 从矮处往高处搬的 很多是不现实的 因为上边很多 第一个坡度很大 它这个地呢 本身超过六十度 也就是说当年 他们的祖先 如果能够种这边地 能够开垦这边地 早就开垦了 第二个呢 本身上面的土地啊 它非常贫瘠 也就是说它比较 优质的肥沃的土地 都是过去在三峡建成之后 没有被淹没的 靠近江边的 那些个好的地 那么现在水位蓄了以后呢 这些地呢 都被淹没了 那么淹没之后呢 就地后靠本身啊 这个百万移民 它的生计都是问题 所以有些个呢 就移到了 其他的省份去 另外一个就是 随着蓄水的 不断增加 原来想象的 可以就地安置的 这些移民 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所以就产生了二次移民 而二次移民呢 据说达到了230多万人 所以说三峡工程 最大的防洪效益 体现出来了 最大的发电的经济效益 也体现出来了 而三峡工程 最大的难点 一直伴随到今天 我们说 重庆市作为直辖市 它建立了最大背景 就是因为三峡工程 那么目前我们说 新重庆地区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贫困带 那么这个贫困带 如何在2021年 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 不拖全国脱贫的后腿 这个也是摆在面前 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我们说伴随着三峡工程 建成以来的巨大的争议 还有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 就是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营以来 一直传闻的腐败问题 我们说从它的工程质量来说 应当说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说从98年 这个九江大堤的溃堤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到现场视察的时候 发现很多地方 应该用钢筋的地方 居然被竹片所取代 当时的地基应该砸得很实的时候 居然里边发现甜的都是垃圾 所以当时的朱总理怒不可恶 骂了一句王八蛋工程 当然后来媒体呢 没有把这样的不雅的话 把它看出来 用了总理的另外一个 相对文明一点的说法 就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呢围绕着三峡工程 人们也提出了广泛的焦虑 或者是关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移民安置啊 资金筹措啊 电价高低啊 这些个争议啊 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说的 很多的问题呢 就一直就没有中断 也就是说 在这个防洪和发电方面 在国务院当时的架构当中 我们说水利部 电力部是很赞成的 包括这个当时的农牧 渔业部啊 交通部啊 也说跟航运跟生态 跟渔业资源的平衡等等 有关系的东西 都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所以三峡工程从开始到现在呢 一直伴随着争议不断 我们说呀 这个三峡工程呢 本身它是钢筋水泥的这么一个 巨大的建筑 那么在世界上来说呢 大家都没有经验 我们说这个人类建钢筋水泥坝的历史呢 到现在为止不到两百年而钢筋水泥本身呢 也是有寿命的 那么说的未来的八十年一百年啊 最多不超过两百年里边啊 三峡会遭遇多大的挑战 那么现在呢 这一切呢 都是课题 所以围绕着三峡的争议呢 啊 今后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 就是有些个境外的人为黑而黑啊 利用这样一个谷歌算法上产生扭曲图像的这样一个图片 来这个污蔑中国的三峡本身有巨大的 马上就要崩塌的危险 而从此呢 妖言惑众 我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那么三峡工程的争议呢 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啊 比如说从文物古迹方面 由于蓄水之后呢 把很多东西都淹没了 所以有些个呢 可以搬迁 有些东西呢 只能让它长久的缠绵于水下了 所以呢 三峡工程从开始的时候啊 在高层里边啊 就产生了两派 尖锐对的两派啊 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支持三峡的 比如像林一山的什么这些人 那么这个反对三峡呢 就是黄万里啊 什么李锐啊 什么这些人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说 既有成功的经验 又有许的教训 来佐证三峡工程的未来啊 我们说成功的经验 就是那个葛州坝嘛 葛州坝现在来看呢 运行的还可以 那么有很多人就认为说 三峡将来呢 应该也不错 也有说呢 原来的三门峡水库啊 曾经有过辉煌的设想 到最后呢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不得不废弃 所以三峡工程将来 会是什么样子呢 也很难说 我们说从这个水库 能不能变成死库中 能不能淤死啊 那么按照推断的话 应该在80到100年之后 那么水库的所谓的淤的平衡 才会达成 所以现在呢 还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所以未来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从善意的角度 多观察 多相信科学 多了解常识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 被人云亦云 至于说是三峡大坝 什么一夜之间崩塌 下游如何如何 生灵涂炭 这个典型的就是 谣言惑众了 因为三峡大坝 本身这样一个 混凝土的助力坝 是不可能像泥土坝那样 一下子垮掉的 可以想见三峡工程 作为已经建成的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输酒工程 今后在防洪 发电 航运等方面 必将继续发挥它 巨大的作用 同时引发出来的 生态 地震 移民 气候异常等东西 也一直伴随着 争议不断 那么未来 也就是说 80年 100年 或是200年之后 三峡工程本身 它的建筑寿命 到了的时候 是重建 还是炸掉恢复长江 原有的自然生态 那只能留待后人 去探索了 其结果 只有天知道 本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订阅理疗 分享扩散理疗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赞 订阅和转发 也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衷心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